大家好,欢迎收看温度手作的频道,我是Vivian 感谢大家再次回来这里收看我的影片 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我在去年,也就是2020年的时候 我总共支了13件的作品 我想要从这13件作品里面挑出两件来跟大家介绍 那我挑的这两件是我觉得我最有成就感 然后我觉得我的穿着率最高的两件衣服 那第一件呢,当然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一件 它是由日本的设计师Elly所设计的衣服叫做Holiday 然后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全部 好,大概就是正面是这样,然后就是背面 然后就是,我是用那个日本的Mercery F 它出的Shiny蕾丝线来做编织 然后这个线是100%的YAMA 然后我是拉两股的蕾丝线来一同时编织 对,然后呢,关于这一组线 因为它是蕾丝线,所以如果你只用一股来制的话实在是太细了 所以我是拉两股 那我用的色号一个是Viola,一个是Light Grey 那为什么我要用两种不同颜色 我拿支片给大家看就知道了 这个是我一开始做的试支片 大家可以看就是这个部分就是我 这个是我只用Light Grey 然后这个是我只用Viola 然后以上就是我用Light Grey跟Viola一起 同时支的那个颜色的感觉 然后我后来觉得就是这个太淡这个太紫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混在一起mix刚刚好 所以我就决定要用它就是这两个颜色来做搭配 然后直上衣 不然我真的觉得太紫 就是有一点就是不太好搭衣服这样子 那大家可以看啊就是 这一款的亚麻线真的就是还蛮清凉很好穿 所以我去年其实我去年夏天完成的时候就已经有开始穿 就是穿了好几次 然后今年也是只要天气一变热 其实就算还是之前比较冷的时候只要一变热 然后开始会觉得是那种大晴天大太阳的那种天气 我其实就会穿这件上衣 就是真的还蛮实穿的 而且亚麻有个好处就是它稀湿排汗 然后你直接丢到洗衣机里面去洗也没有问题 然后你只要就是洗好之后就是让它自然风干 不要脱水太严重让它跑掉行 然后你那个洗衣袋包好一点 其实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而且我真的觉得就是 就是方便清洗又好穿着又凉快 真的是还蛮重要的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就是今天想要 再一次跟大家来分享这件衣服的原因 那第二件呢 就是我之前也有跟大家提 就是我不小心把它洗成羊毛毡的那一件衣服 这一件 这件是那个Sina Sida 它是法国的设计师Helili设计的枝图 然后我当时就是想要知这件最强烈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的那个袖子 大家可以看 它的袖子就是有这样子很可爱很漂亮的图腾 然后它的侧边腰身这里也是 就是有这样子的很漂亮很优雅的设计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其实没有不喜欢蓬蓬秀 可是目前我看得到的有蓬蓬秀的衣服 就是都是很大的蓬蓬 我觉得是很好看 可是对我来说就是不是那么的实穿 因为怎么讲就是如果你是因为毛衣一定是冬天穿 然后你冬天不可能只穿一件毛衣 所以你一定会穿外套或是你会就是风衣什么的 那你就是如果又是大蓬蓬袖 然后你挤进那个外套里面那么小的袖子 其实不是很舒服 所以这一件的袖子它就是因为在袖口有收 所以它会有一个形成一个小蓬蓬的感觉 然后它不会不会碰到妨碍就是穿外套 可是又有一点点这样小蓬蓬很像小公主一样 我就觉得就是还蛮不错的 所以这是我想要知这一件的理由 那我之前为什么会洗坏掉 就是已经有听我说的朋友就是都已经知道 可是我想说再跟大家说 就是跟不知道的朋友再说描述一下 就是我去年很开心很快速就知好这一件 而且就是我那时候是知M号 然后很符合我的身形 然后就是有点就是很合身那一件 然后我穿了好几次之后 我打算就是因为有流汗嘛还是洗一下 因为我还蛮常穿的 所以我就把它先 因为我那时候没有立刻要洗 所以我就先把它包洗衣袋 想说就是包起来浸泡比较不会变形这样子 结果没想到我就不小心就是把它跟我其他一般要洗的衣服全部混在一起 结果就丢洗衣机 洗出来之后变成这样 给大家看 很小件 然后大家可以看这个纹路 就是它已经完全是就是沾在一起 变成一整块的羊毛毡 然后这个是大家可以看就是还没有 就是正常的应该是这样子 就是有缝隙 就是看得到那个孔洞 可是它这一件已经完全你看 完全看不见孔洞 就是一块布的概念这样 然后大小 我后来制的这一件我其实就是 我想要就是我的领子 就是就是可以就是宽 露宽一点 所以我就是取我的领口是取XL 可是我的身体还是用Size M来织 可是 基本上两件算是除了领口以外 算是一样的Size 然后我就比一下 就是大家不要看领口 领口不算 可是你看下面 你看酥的超夸张 我那时候洗出来看到的时候 我真的就是欲哭无泪 然后非常的痛苦 可是因为我太喜欢这件衣服 所以我就决定就是再买线 然后重新织 那我来讲介绍一下这一款线 我很喜欢这一款线 就是我是用Walfolk的TYND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用的颜色是5号 这个5号的颜色其实就是有一点点很像黑巧克力 它的那个上面有浮着一层很像黑巧克力的光子 然后所以它不是全黑 然后就是它跟正黑色比起来就是比较有生命的感觉 就是比较活泼 然后而且大家看就是它的线非常的柔软 然后这一款线我很推荐 就是因为台湾很多知友们都觉得说穿纯动物性的 就是100%动物纤维的毛线来织的衣服会痒痒的 比如说在领口会很痒 那这一款线保证绝对不会痒 因为它真的很柔软 而且它空气感非常够 不管是下水前跟下水后都是非常柔软 不过也因为它很柔软的关系 它有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它很容易沾化 比如说你看我已经穿了很多次之后 大家就可以看到就是这样子毛毛的 它就是会开始起毛毛 然后会有一点点毛球 尤其是比如说向下摆 我这边有接触比如说包包啊 或是椅背 或是跟就是跟只要是有摩擦到的部分 其实就是比较容易起毛球 可是它又不会起到让你很抓狂的地步 它就是有一种另类很像是你加了毛海的那一种 那一种feel 就是还蛮有意思的 就是不会到你觉得啊怎么起毛球起得那么可怕 不会 但是我想应该也是有人会介意 但我觉得对我来说是真的还好 所以就是这就是它的优缺点啦 就是不会痒这是优点 然后很轻盈也是优点 然后也很好织很好摸 缺点就是会容易起毛毛 所以如果你穿着率很高 就是你织好之后你可能会很频繁的穿它 maybe你可以就是多织几件这样子 我觉得这件真的是我很喜欢 我之后还是会继续用这一款线材去织其他的毛衣这样子 然后我就慢慢的有很多件可以替换 比较不容易那么快就起的毛球 这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两件衣服 那在今天的影片最后 我要来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们即将在下周末登场的 就是5月15号跟16号就是礼拜六礼拜天 因为在因为北方牧人工作室 他搬就是搬迁到远山站附近 然后他们会有一个正式的开幕仪式 然后那两天就是欢迎大家就是可以到北方牧人的工作室去走动走动 那我会特别介绍这个他们的开幕活动 总是因为我们在这两天我会跟他们合作就是做一个二手 应该是说二手库存线材的意卖和交换活动 那我原本的构想的是因为我自己有很多就是我曾经在很认真的研究纤维之前 就是毛线纤维之前我其实不太理解就是各种线才有什么区分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只是比如说follow别人 然后就进去毛线店然后买我觉得不会太贵 可是摸起来很舒服的线 可是那些线其实后来我发现都比较适合做饰品类的东西 因为他们就是比较多都是加了人造行为的元素 所以我到最后再织比如说像这样贴身衣服 像这样子的毛衣之后 其实我就比较不会去用他们 但如果是比如说小包包或是小收纳袋我还是会用 但我的库存量实在是太高了 所以他们那些线材我已经很久都没有去动用他们 那我觉得就是要丢掉又很可惜 所以我就有一次在跟唐青聊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想说那干脆他有很多类似这样子的线材 那不如我们就来趁这一次他们就是开幕的机会 我们来做一个线材的交换或衣卖 那我跟他的部分我们是会把这些线材的所得全部捐给慈善团体 那我们也唐青也提了一个意见 就是说也许就是可以开放有限的几个名额 因为工作室并不大 就是开放几个名额让想要就是跟我们一样 有这样子的线材囤积烦恼的人 就是可以一起来做一个摊主 然后就是可以就是消消出他们的那个库存线材 或是如果你觉得你不想要花钱 你可以拿你库存的线材到现场来跟摊主们交换这样子 那参加的摊主们他们可以选择就是比如说百分之十百分之五 或是一定金额的捐款给我们要捐款的慈善团体 那目前我们预计会捐给罗慧夫鲁岩基金会做捐赠 那我选择他们做捐赠主要原因就是 其实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很爱漂亮的人 那我觉得漂亮在就是对我来说啦 就是漂亮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因为我看我自己开心然后别人看我也会开心 我觉得漂亮是让人会心情很好的一种感觉一件事 那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孩子们在出生的时候 因为先天的一些异常或是状况 造成他们会有颅檐的残缺 那其实我觉得在怎么讲呢 就是当你有就是外表的一些缺陷的时候 是从婴儿开始就修复是最快的 然后最容易就是就是长大之后 会跟大家就是不会有太多差异 就是比如说像纯恶劣 其实你只要短短两个小时 就可以让这个小孩以后不会有就是长得跟别人不一样 然后接受异样眼光的那种烦恼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就是卷助的事情 还有就是一些比如说像小耳症啊 就是耳朵大小不一样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颅檐的一些那种病变 或者是就是疾病这样子 那因为他们不但就是有提供手术的就是帮助 他还会就是辅导比如说 亲属们如何就是照顾这个小孩就是心理上的辅导 然后就是不但是外表跟外在的手术跟心理的建设 其实他们都有一直在进行 甚至他们就是这这几年来都有就是也怎么讲 就是有服务其他国家的这样子的手术性质跟辅导性质 我是觉得还蛮有意义的 所以我会特别想要就是捐款给他们 那当然除了爱漂亮之外 虽然性质不一样 但我其实我是一个曾经受过烧烫伤的人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很小的时候抽签 然后跑去玩热水瓶 而且那时候我听我妈说 那时候就是她才热水还是滚烫的状态 才刚装进去我就在那边玩 结果我就把那热水瓶倒翻 然后烫的我整只右手臂都是 到现在就是还有一些疤痕去不掉 就都这么多年了 虽然说这个基金会不是专门制烧烫伤 可是我就会觉得说 漂亮是建立一个人最根本自信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我们给有缺陷的小孩一个机会 帮助他们就是可以日后不用有这么多不必要的烦恼的话 为什么我们不先帮助他们 所以就是这是我的初衷 但当然我还了解的不够多 还有很多很多的细节 就是也欢迎大家去他们的官网看 就是看看他们在做什么 然后就是也大家一起帮助他们 这样子 这个活动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那两天是从早上10点到下午6点 两天的时间我都会在那边 就是就算你们不想要交换线材 你们也可以来就是找我聊天啊 然后打个招呼 我真的会觉得很开心 然后当然我的温度包也会在那边 就是就是给大家就是看看这样子 然后大概就是这样 我今天因为就是出门一整天才刚回来 我就觉得说 因为这个是其实我之前已经拍了一支一模一样的影片 可是呢 后来因为我们的那个时间 活动时间有调动 我觉得 所以就算我就是补文字在旁影片上 我觉得好像也怪怪的 所以我才会想说 啊我干脆就是重拍好了 所以我今天在外面趴趴走一整天 然后讲了很多话之后 赶回来又赶快就是录这个影片 我现在其实有点骚瞎 就是请大家多多包涵 那大概今天的影片内容就到这边为止 希望大家会喜欢 然后也请大家日后继续支持我 那 呃 请大家就是记得要帮我留言 按赞分享 记得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影片 那我之后 不会像在 不会再像去年一样隔这么久才拍影片 我一定会常常拍影片 跟大家分享我随时发生的一些 比如说我正在编织的东西 或是 呃我 我非常想要告诉大家的事情 或是活动等等 那本来这一集我也想就是分享我正在编织的衣服 可是我觉得 还是不要把影片弄太长 所以就先到这边为止 下一集再来跟大家分享 我快要完成的 终于快要完成的一件上衣 那就先这样咯 拜拜